大家好,我是清潜 如果夏天只能养一种花 我肯定选树根虫拌太阳花 推荐它的理由是 它开花多,好繁殖 而且特别耐晒 在我们江西这边 可以从大概五月份左右 一直持续开到十一月份下旬 只要进入花期 基本上每天都是有花关上的 上个星期 下单了一箱的太阳花的枝条 最近气温正好上升到 十几到二十多左右的气温 这样子比较适合它的扦插 所以抽空配了一些辅液土加原土 还放了一些积粪在里面 给它来进行扦插 其实呢 虫拌太阳花它扦插的方法相当的简单 就算我们收到的 它的叶片有掉落了也没有关系 只要它的枝条是保持有活性的 我们当地的最低气温 保持在15度以上 我们就可以给它进行扦插了 当我们当地的气温越高 它生根的速度越快 它对土壤的要求不是很高 只要不积水不板结 基本上都能成活的 如果我们实在是没有任何的 扦插的经验呢 担心失败 我们可以将收到的枝条呢 放在水里面水培出生根的状态 再来进行扦插 也是特别容易成活的 太阳花呢 它又叫死不了 逐渐它的皮实好养 这是很值得我们去栽种繁殖的一种鲜花 我是每天分享养花小知识的清浅 如果喜欢我记得点赞 收藏 转发 分享出去 谢谢大家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